前龙帝真不愧是情场浪子 多情也深情 其第一代皇后 孝贤纯元皇后与前龙爱得死去活来 前龙不管在外多么风流倜傥 在纯元面前也单纯地像一个初恋男子 因此 在纯元皇后步行离病死去的时候 前龙悲痛不已 久久无法从纯元之死中抽离出来 正因为如此 令妃的尚未令人惊叹 她竟然能让皇帝忘却纯元皇后离世的悲痛 大家好 我是新说史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令妃原为魏家世 是满清正皇旗的包衣 其父为内务府总领魏清太 因此魏家世隶属于内务府 当时的内务府会定期举办一场选秀 但不像今天的选秀节目一般 一旦脱颖而出 就能大红大子 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娘子 成功者不过是获得了进宫做打工人的机会罢了 然而 这不代表着打工人的身份不好 相反 进入皇宫 反而是上天为你推开了一扇大门 让你有机会屏不清圆 而不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被朝天 心甘情愿地成为一名下等人 从小在内务府幽深的环境中长大 魏家世当然懂得权力的重要性 且其父也一直给魏家世灌输权斗知识 这让魏家世更加坚定了进宫的念头 要么在沉默中爆发 要么在沉默中死去 果然 在选秀中 魏家世发挥稳定 成为了该次选秀中的佼佼者 成功攀上高枝 纯元皇后 从魏家世成为皇帝飞瓶 是一场长远的的投资 而且这场投资的风险性极大 一旦失败 魏家世也只能一辈子窝在深宫之中 做一名宫女了 因此 其父母自小便让魏家世 朝着后宫嫔妃的标准努力 琴琴说话样样精通 并且还学会了一点心理学的意味 善于揣测男人心思 进入宫中之后 魏家世成为了孝贤纯元皇后的宫女 日夜伺候在皇后身边 自然将皇后的种种生活习惯 以及性格品质摸得一清二楚 另外 由于乾隆帝经常看望皇后 魏家世与皇帝之间多少混了个眼熟 这也难怪乾隆帝之后 瞬间投入到了令妃的怀抱当中 在纯元皇后去世后 魏家世便开始施展她的宏图伟业 她开始有意无意地将一些纯元身上的特性表现出来 并且保证乾隆帝能看到 这样乾隆帝在本悲痛之中便更无防范 只会觉得这是纯元皇后的遗留 乾隆帝一点一点地进入了令妃编制的网 而且毫无察觉 这一点可见令妃的高明之处 换而言之 令妃总能让乾隆帝留在一种初恋的感觉之中 张弛有度 让乾隆帝仿佛透过一层薄雾 看自己 最眼惺忪 难以自拔 当乾隆帝第一次灵性令妃的时候 兴奋得无法自拔 她一时间竟然分不清楚 魏家世是魏家世还是纯元 这张网的质量是如此的高 如此的隐形 母瓶子贵是宫斗剧中最爱使用的全斗术之一 围绕孩子可以延展出一系列 让那个人意想不到的情节 但是显然令妃不需要 历史上的魏家世被册封为令妃之时 并未曾生下一儿伴女 因此不存在母瓶子贵的情况 可见令妃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 但后来 令妃畏惧仅靠三两技巧 无法让皇帝时刻对自己保持新鲜感 于是便一口气生下了六个孩子 届时 令妃和乌拉纳拉氏已经不分伯仲 后来 随着乌拉纳拉氏的失宠 令妃顺势上位 虽未夺得皇后之位 但是乾隆已经全权将六宫之事交由令妃管理 魏家世成功实现了最初的奋斗目标 从一名小宫女逆袭到了后宫之主 随之而来的便是整个魏家世的清源之上 有人会问 既然皇上如此宠爱令妃 为何一开始不将其立为皇后呢 所谓枪打出头鸟 皇后虽为后宫正主 但毕竟位置过于显眼 容易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 另外 魏家世属于传统的汉族 虽皇上贵为天下真龙 但从本质上说 清朝是满人的天下 这一点从后来的立储 也能亏一般而知全报 皇储之位是极其不稳定的 乾隆帝已经深刻品尝过皇储被刺的惨痛 一旦魏家世被立为皇后 其太子永远便会成为一个靶子 莫非定律显示 有可能发生的事就一定会发生 乾隆的前两位皇储仍没能逃过被刺的命运 令妃的子嗣众多 一生为乾隆生了六个孩子 也得到了皇帝的青睐 他他生的十五阿哥还成为了皇位的继承人 令妃非常的聪明 不仅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 还善于拉拢其他嫔妃 经常去看望太后 最后一步一步登上皇贵妃之位 他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 与他本身的巧言令色很有关系 他懂得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 懂得如何讨得皇帝的欢心 所以才会在一次又一次的宫斗中稳操胜券 不管是看令妃的晋升之路 还是看他生育孩子的数量 都可以看出令妃在后宫中是非常受宠的 与其他的妃子相比 令妃也算得上是一个妥妥的人生赢家了 令妃的出身也是比较卑微的 进入皇宫之后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 但是她从小却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再加上本身非常的聪慧 又有着绝美帝长相 所以在宫女之中 也是非常出色的存在 但是皇宫里的美女众多 想要脱颖而出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并非凭借自己美貌的容颜 有趣的性格得到了皇帝的关注 但是能够得到皇帝长久的宠爱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毕竟皇帝都是喜心厌旧的 所以有趣的灵魂也非常的重要 并非表现得和后宫中的其他女人不一样 以此来引起皇帝的关注 她不愧是一个很有诚服的女人 利用自己的手段激发起乾隆皇帝对她的征服欲 不得不说 并非把乾隆皇帝的心理把握得非常准确 在乾隆皇帝面前实施了一系列的套路 就算是乾隆皇帝在聪明 但是依然一步一步走入了令妃为她设下的局 令妃被封为贵人之后 短短三年又成为了令妃 晋升速度非常的快 甚至乾隆皇帝还给她了台旗的荣誉 让她的家族也成为了八旗中的贵族 她的父亲也被封为三等公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接着讲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